用户如果直接在小程序里面选择普通的注册方式的话 注册用户完成以后 会打开用户的个人档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显示一个绑定微信账号的一个提示 注册用户是在Regist这个页面上完成的 完成以后可以在Store里面去存储一条信息 打开另一个页面的时候 可以先试着去读取我们存储的信息 去看一下里面写的是什么 然后根据信息里面的内容去执行一些动作 比如说去显示一个对话框 提示用户绑定微信账号 在这个注册一面上成功登录以后 添加一个Flash 对应的值我们可以使用一下Json的Stringify 去处理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条Flash信息 里面先添加一个Action 表示动作 对应的值可以设置成Bind微信 意思就是需要绑定微信账号 然后可以再添加一个Message 绑定微信账号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设计 再用一下WX SetStorageSync 设置一条存储的信息 信息的名字是Flash 对应的值就是上面定义好的这个Flash 下面这个SwitchTab会切换显示标签 打开的就是用户的个人大页面 我们下面再打开个人大页面的逻辑文件 在它的on-show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先添加一个FlashData 它的值用一下WX GetStorageSync 去得到Storage里面的Flash这个名字的数据 下面再判断一下如果有FlashData 我们就先用一下WX RemoveStorageSync 去把存储的Flash信息给它删除掉 再定一个Flash 用一下Json的Parse去处理一下FlashData 然后再用一个Switch去判断一下Flash里面的Action 添加一种情况 如果动作是Bind微信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显示一个对话框 来提示用户绑定自己的微信账号 把下面的这一段WX ShowModel这个代码 粘贴到这一种情况的下面 先回到数据库的客户端 把之前用户绑定的这个微信账号的记录 给它删除掉 然后再回到微信开发者工具 我们可以试一下 按一下注册 会打开用户注册页面 用户可以输入它的用户名 邮件的地址 可以再给自己设置一个密码 成功以后会设置一条Flash数据 数据里面的Action是Bind微信 个人的按页面在显示的时候 会去读取Flash数据 去检查一下Action是什么 它一看的是Bind微信 就会去执行绑定微信的动作 按一下弹出的对话框里面的确定 然后我们可以再退出一下这个登录 再按一下微信登录 会直接让刚才注册的新有户 进入登录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